资本本质上是什么 抽象劳动 统治具体劳动 交换价值的增值 支配使用价值的生产 这叫近代以来的维新主义 什么叫维新主义 这就是维新主义 整个社会生活维新主义 叫脱离大地 所以尼采就呼唤了 上帝死了 我们欧洲人无家可归 他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对资本文明的一个 深刻的揭露 就现代以欧洲为主导的文明 欧洲文明成了世界的 主导性文明 它本质上是虚无主义的 这顺带讲到 财富以使用价值的 数量来计算 这件事情是不能彻底被遗忘的 市场经济一定会发生 大规模的危机 那以前是生产相对过程危机 现在是什么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一旦爆发 它可以在短时间里面 甚至只有一两个月 让一个国家 十年经济发生成果 毁一旦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亚洲 金融风暴就是理智 是吗 马来西亚 十年经济成就 就被国企什么大炒家炒掉了 索罗斯 正在这个时候 同样面对这样的金融危机的事 有一个国家叫韩国 韩国怎么做的 立刻就把金融的大门关起来 因为韩币正在不断地下跌 缩水不断地缩 立刻把金融大门一关 短时间里面 恢复韩币的金本位置 它怎么恢复的 老百姓把自己的黄货拿出来了 交给国家 短时间里面 让韩国的黄金储备提高 然后让韩币跟黄金储备挂钩 缩住了韩币 韩国人这么做了 马来西亚也想这么做 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 当时在全国广播和电视台上 发表演讲 广播演说 号召全体马来西亚人民团结起来 帮助国家度过这个金融危机 没有人响应 真毁了 毁了之后 我们中国人去新马太旅游了 突然发现 有人民币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们很富足 到马来西亚你发现你富了 这些事情都有原因的 所以马克在资本论里面说的那句话是对的 他说 金银 并非天然是货币 但货币 天然是金银 经营者不过是从矿产了 就他的自然本性来说 他怎么会是货币呢 货币是社会存在物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财富用货币来标志的话 他应当接地气的 应当不脱离大地的 他只能在自然界中选择一种什么 储备量有限 同时这地均匀 便于分割 也便于携带 是吧 黄金 货白银 这叫货币 天然是金银 货币 按其本性 要有政策的起作用 代表财富的话 他必须以金银做本位 连这个本位都去掉了 货币就是纯粹的抽象物 然后他完全可以按照国家意志的需要 来发行 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学说讲的 朴素的真理是不能被遗忘的 我们正在进入马克思资本论学说的ABC 劳动价值理论为马克思资本论学说 准备了基础 马克思将提出他的剩余价值规律来 那么提出剩余价值规律之前 就得说明一下 这个劳动过程 是一个价值 这个真正过程 因为剩余价值在哪里发生的 剩余价值的源头在哪里 剩余价值的源头不在流通领域 也不在资本市场上 也不是局限于农业劳动 而是一般劳动 那么我们来讨论这个一般劳动过程吧 我们刚才已经指出了这样一条简单的 从货币到商品 再从商品到货币这样一个过程是吧 是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过程不一样 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是从商品到货币 再用货币买它不能生产的商品 是吧 WGW 而资本主义生产的7点是货币投放 G开始的 好 这边G 他投放了干嘛 他怎么投放 然后购买两样东西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是吧 这就是G的投入 生产资料在这里是个广义的概念了 G包括原料 也包括生产商品的机器 也包括厂房设备 现在还要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技术 它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技术含量高叫有机资本 资本有机程度高 有机构成高 马克思讲的资本有机构成就是什么 技术含量 那么他要花钱的 现在的花钱的一个是收 机器就是机器 劳动者也来了 仓付的方式叫工资 好 所以我们把劳动力这一项改写 改写为什么 工资 换句话说 生产资料的价格 生产资料的价值 加上什么 工资 这份价值 那么这个生产资料是广义的 我们刚才说了 包括原料 包括这个机器 厂房设备 包括土地的占有 如果这个土地是你的 没有必要付地租 如果不是你的那些 藏富地租 都在生产资料 这个概念里 还有技术 包括你购买专利 是吧 技术是专利 知识产权保护法 它都属于生产资料的 投入价值 再加上工资 然后开始了什么 劳动过程吧 生产资料的价值 工资的结合 就是生产资料 跟劳动者的劳动结合 结合了以后 生产过程开始了 那么工资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劳动时间 当然你可以寄件工资 寄件工资 其实也是可以转化为时间的 你做得快一点 多干一点 你做得多 我给你钱多 一个当然你的工作熟练程度 工作熟练程度 其实是折合为什么 劳动时间的 好 那么假定我们说 这个劳动者跟企业 签订了用工合同 工资规定 他只得到工资 这个用工合同的规定 他的周薪也办 月薪也办 要求一个月当中 有多少天在这里进行劳动 每天要八个小时 那么我们一天做计算 八个小时 生产资料工资 一结合就是生产资料跟劳动结合 一结合就是工作时间规定 八小时 这八小时的活动 就是劳动 把原来的原料和机器使用了之后 创造成一种新产品 比方说原来是棉花 出来变成布片 布片卖的价格 一定比棉花高 各位同意吗 这高出来的部分 是因为劳动过程带来的 否则我们直接穿棉花去 要折布干嘛 所以呢 布一定卖得比棉花价值高 价格高 这是毫无疑问 那么这多出来的那份价格 哪里来 是劳动过程带来的 是吧 好 我们讲这个劳动过程吧 假如八小时代表了 工资所创造的性价值 全部代表 这叫平等交换嘛 等价交换嘛 八小时创造的性价值 我都给你了 以工资的方式给你了 那么生产资料的价值呢 原料是全部转移到什么 棉花的价格 全部转移到布片上去了 多少顿棉花 这所多少批布是吧 全部转移到 转移上去 布片来了 那么还有一份价值是 以择旧的方式转移 机器要择旧吧 转移 假如这个土地是住来了 厂房所在的土地是住来了 租金也转移的 也是什么 一份一份转移的 不是全部转移的 机器设备 以择旧的方式 一份一份转移到新产品上去 好 一个新产品 它的价格 该怎么计算呢 不肯定卖的比棉花贵了 据说贵出来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什么 工资 就劳动创造的 劳动创造的 新价格全部由工资 还给了劳动者 生产资料的价值原料 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上去 这个 这个费旧的转移上去 结果就布片卖的比棉花贵 布片卖的比棉花贵 贵就贵在哪里 工资部分 因为工资代表劳动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 就按照资本雇佣劳动 这个经济事实来表达的话 雇佣是不是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 因为原来是没有增加价值 转移上去 机器设备也没增加价值 它自己不能增值的 你把机器放在家里 不动它会增值吗 它必须通过劳动 与劳动结合它 才能创造新价值 而劳动创造新价值 全部等于工资 给了劳动者 那么资本家干嘛 做这件事 做雷锋 义务地组织社会生产 是不是 就这件事了 我们能相信这件事吗 这里我们接触到了 我们通常听了多少遍的一个概念 叫剥削 人们说马克思把剥削拿出来说话 是一个他自己的杜撰 虚构 另外请注意 马克思用剥削这个概念 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贬义词 马克思说 以往的农奴劳动 是这个等级强制 强制性劳动 今天的劳动完全是正义的 叫剥削 每一个时代 有每个时代的justice 正义 所以马克思并没有用了剥削这个概念 就来在道德上批判资本主义 他认为这个时代 所谓无偿获取胜余劳动 是什么 正当行为 别误解了马克思 别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是一种伦理上的批判 道德上的批判 也不要以为马克思认为 资产阶级是什么 狼 无产阶级是羊 没这个想法的 马克思说 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中 生产过程展开出来 人的阶级分化 不是好人与坏人的分化 一个资本家同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或佛教徒 这里便不矛盾的 资本家则是资本的人格化 他经营企业的行为是服从资本的逻辑而已 那么他在经营企业的另外的生活领域里边 他是个可清可浅的人 对他人有寄予无限的同情心 他经常施舍 不施 同一个人完全可以 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 是吧 一个方面他确实在经营企业 在运作资本 那他就要服从资本的逻辑 所以资本家就是资本逻辑的人格化 跟他的精神品质 道德品质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马克思在《资本人》第一卷 第一版的序言里边这么说的 我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描述 不需要任何人对他承担责任 我的学说比别的学说 更不需要个人为他负责任 这说的很明的事